Hello 大家好 萬青節又到了 今天就想做一個吸血鬼的妝容 對 那就帶點血腥一點 很簡單的 我們現在開始吧 首先我塗了底妝的 用TOUCH AND SOUL的BBQ 然後用Spring Brush這樣塗勻 然後我就沒有用CONSYLE 因為吸血鬼是有黑眼圈的 所以就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用紅色的眼妝 我這個是帶點Maroon的眼色 所以就用這個來塗勻整個眼窩 那如果你有紅酒的那種紅色 你也可以用那種的 那我就沒有了 我就用這個紅色來代替 然後我就用這個blending brush 來塗勻整個眼窩 我都會blend高一點的 因為通常吸血鬼的眼睛都是紅紅的 對 那我就帶進去下眼線那裡 就blend開了 就好像比較紅的黑眼圈 就好像比較紅的黑眼圈 為什麼我看的那些吸血鬼也是這樣 然後我就用這個etuhouse的play 101 pencil 在24這個紅毛的眼線 那我們就當它做眼線筆 那你畫眼線吧 因為我就不想用黑色 黑色就看得比較實色一點 我就用這個紅色 那它是比較紅酒紅的那種紅色的 那畫完了的眼線呢 不要忘記下眼線了 但是現在我就做一個很... 一個angular的形狀 就跟回我的眼... 眼...眼窩是不是 不是眼窩 總之是... what do you call it? the crease 然後呢 我們就畫... 下眼線了 下眼線是畫完整個下眼線的 就包括眼頭的 然後呢 我就用那個blending brush 就blend開那個下眼線那一部分 就看到不會死死一條線 然後呢 我就會用同一個眼影的顏色 就... 鋪一鋪上去 就不會那麼容易blend開 然後呢 我就用這個pencil brush 就打一些影子了 那我鼻子就沒有那麼平的 我就需要用一些啡色啊 如果你有bronzo也可以用bronzo的 那我沒有bronzo 我就用個... 啡色的眼影來打打一下鼻影 好嗎? 對啦 就打完了 然後現在我就用這個眼線液呢 就沿著主要說 我畫開那個... 紅色的眼線呢 就拿來當做... 呃... highlight 這樣啦 那就要去比較看得樂趣一點 不要說真的死死得紅色 就這樣啦 然後呢 我就用這個... 唇膏呢 就... 塗勻整個... 嘴唇 那我是用來當做... base的color 那... 通常吸血櫃都沒有那麼多... 呃... 顏色的... 你看上去都是白白的樣子 那... 那...現在呢 我就用回轉畫那個紅色的眼線 那它是3-way的 可以當眼線畫的 可以當做blush 你用 胭脂啦 那...或者是... 呃... 唇膏用都沒問題的 那...我現在這個唇膏呢 是... 當做... 像... 像... 吸血那種的感覺 就這樣畫下去啦 那就大功告成啦 現在就看看我自戀啦 好啦 我希望你們... 會... 喜歡啦 萬聖節都不會來... 好遠的 多幾天就是啦 那... 萬聖節... 萬... 萬聖... 欸... 萬聖節快樂 對啦 好啦 拜拜